換話題我們來看到 明明這個地方是一個國際公海 那為什麼就這個俄羅斯的飛機 要逼近這個美國的潛艦呢 而且逼得多近你知道嗎 據有這個專家寫說 這個飛機飛到美國潛艦旁邊的時候 飛到那個水滑都會漸出來 那逼這麼近 很明白就是挑釁嘛 為了什麼 對 因為我們這次看到 這個事情發生在昨天 前天 這個昨天跟前天是發生什麼事呢 美國海軍的一艘第六艦隊的驅逐艦 叫那個庫克號 庫克號在波羅的海巡逸的時候 遭遇了什麼 遭遇俄羅斯空軍派了兩架 你看 他現在那個上面你看看 其中一架飛得好低 一架輸了四次 就沿著海平面飛來 然後現在馬上轉到另外一邊 是另外一架 就從他旁邊這樣繞過去 飛得非常的低 非常的快 大概幾公尺而已 那個高度的話 以跟海平面的垂直高度來看 大概我覺得大概只有10公尺左右 他距離那個海平面 大概只有10公尺 三層樓高而已 因為其實說真的 從飛行員的角度來說 每個飛過這種海面超低空的飛行員 都跟我說 他說其實海面超低空 沒有想像中的 因為你海很平對不對 你飛得很低 你只要能夠兩邊 你只要一邊看儀表 一邊看左邊 一邊看右邊 三邊一直來回的那個交互檢查 是OK的 這樣很故意 對 當然是很故意 他當時是那個 這艘船是在哪裡 在那個加里寧格勒 加里寧格勒 他其實今天還是俄羅斯的領土 他在1945年的時候 他是德國的東普魯市的北半部 東普魯市後來在二戰結束以後 就被蘇聯還有波蘭那個分別 得到了他一些土地 所以現在這塊土地 他其實是在立陶宛 那個白俄羅斯 波蘭之間 這樣一塊土地 我們稱為飛地 飛起來飛啊 飛地 所以這個東西 他這個地方 他俄羅斯 他其實還是一樣有駐紮軍隊 所以他從這個基地 起飛了兩架那個蘇二四攻擊機 就之前在敘利亞這個執行攻擊任務 被K下來了那個蘇二四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在海面上 而且其實還很遠 離加里寧格勒 有70幾海里 也就相當快要150公里的距離 然後看到這艘美國驅逐艦庫克號 當時庫克號在海面上巡逸 然後他就用非常低的低空 那個超低空這樣衝過去 其實當然如果我們在海面上 碰到不明國家艦艇的時候對不對 通常我們中華民國海軍 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其實也碰到美軍來這樣驗證過 那我們怎麼應變 我們當然就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美軍 看著他 看著如果對我們欺負我們怎麼辦 當然美國對於這種 在這種公海上的這種遭遇的時候 他其實最主要 他這樣超低空飛越 是要確認你到底是什麼船 誰家的船 因為公海應該還不會有問題是不是 對 他也不能隨便打 打到這個事情就大了 所以你看美軍已經被人家這樣 那個飛機已經壓到頭上來 他也不能打對不對 你看他這個鏡頭 你可以看到飛機離他飛得很近 好草 證據以後面還有幾個鏡頭 他的飛機就從他的船的附近 旁邊就整個這樣銷過去 然後從他艦尾這樣飛過去的時候 當然有船上的人說 距離大概只有9公尺 其實我看大概不止 還是有個3 50公尺 但是說真的 這兩天 這兩架蘇俄斯戰機 對著這一艘庫克號驅逐艦 前前後後一共衝了20幾趟你知道嗎 真的 對 真的衝了20幾趟 到底俄羅斯跟美國 現在感情有多麼不好嗎 其實非常不好 因為從俄國併吞克里米亞 還有在東烏克蘭搞事情 還最後甚至把馬航 MH17的班軍都打下來 到現在都還不行 對 所以因為美國對俄羅斯的 就是他的經濟的制裁沒有結束 當然除了這個事情以外 我們剛剛講到 他們這種在海上的故事 在過去 其實在1968年的時候也發生過 196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怎麼一回事 美軍他們其實派了兩艘航空母艦 到北冰洋附近巡役 因為其實對蘇聯來講 當時還是冷戰時期 對不對 蘇聯一看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跑到北冰洋來 其實蘇聯人是很緊張的 對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 你如果只要從北冰洋 發動飛機出去做飛行的話 俄羅斯或者說蘇聯 那些重要的位置你都打得到 而且你這個美國的航空母艦一來 又有大型的航空母艦 CV-59 Forrestor 也有那個老的埃塞克斯號 對 你看他這個飛得多低 你看這個低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那個旁邊有飛機 那是美軍航空母艦 飛行甲板上的飛機 你看這樣一比就是說 他這個飛機飛得比 美國的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 還要低 當時其實就有這麼一個 美軍的飛行員 你看就拍到他整個飛機 墜到海裡面 為什麼 就這個飛行員 他自己覺得他這個技術很高超 是因為他當天 我們剛剛講的 這兩艘航空母艦 在北冰洋的時候 他的中隊要去負責監控 但結果他的那兩個飛行員 對不對 然後居然都跟丟了 他是中隊長 Pleif 對不對 他一聽跟丟了 好吧 那我自己來 結果因為為什麼 他要能夠用TU-16 TU-16這個飛機 他當時你看那麼大個飛機 他能夠去攻擊航空母艦嗎 他主要是靠他上面的雷達 找到航空母艦以後 然後利用他上面掛的這個 長程的反艦飛彈 你看 就現在掛的反艦飛彈 射程有100公里 然後把它丟下去 而且很多架飛機 一起丟個十幾顆 朝向美軍的航空母艦射過去 總是有一顆貓中 貓中的話你就倒大沒了 當時有中嗎 沒有 當時沒有攻擊 就他當時就趕快去找 好 找到了這艘航空母艦以後 對不對 他當然要跟美國人示威一下 我本來在休息在後捆 你是挑釁就對了 包起來 對 所以你看他就用這架TU-16飛機 從美國航空母艦 很近的地方這樣飆過去 而且第二次 第二次他找到這艘大的 CV-59號以後 你看 看到他第一個PASS 就第一個飛過的時候對不對 你看 飛到低到這種程度 你看 嚇死人 你看這個美國軍的航空母艦 這個飛行甲板 大概差不多離水面 大概30幾公尺 你看 他這個樣子的話 他這個樣子衝過去 你看 看到他等於說 他的飛行高度 根本不到30公尺 大概只有幾公尺而已 可是後來為什麼冒煙 他第一個PASS衝過去以後對不對 他覺得怎麼樣 嚇到了吧 我看我飛得很低 你嚇到了 第二次要再來一次 第二次他飛得更低 他飛得更低以後覺得 我這個目的達到了 然後所以我就把飛機往上一拉 但是他沒有想到 他因為他飛得太低了 所以他大角度飛機 一拉起來的時候 他那個機尾就碰觸到水面 碰觸到水面 當然阻力馬上大增 你飛機就這樣扣下去了 所以說全機 組員 全部都跟著飛機一起 就跟著飛機一起乘到海裡去了 丟臉 美軍就剛好趕快把他嚇一跳 蘇聯的轟炸機 在我旁邊遮毀了 還得了 到時候蘇聯栽到我頭上來怎麼辦 所以他就趕快派了直升機去救 但是找到的都是已經殉職官兵了 但是還好 當時後面還有一艘蘇聯的驅逐艦 跟著這架圖16過來 就看到了整個狀況 然後回去報告就說 他飛機大甲都一拉結果就掉到水裡面去了 美國人最後還撈了這個屍體 就撈到三個屍體 馬上就在海上去交還給我們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的這個飛行員 說真的 玩這種義高人膽大 蘇聯的飛行員 跟現在俄羅斯飛行員 都不遑多讓